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我们沿着研究院路这样子走过来 看到这边有一座 看起来古色古香的一栋建筑物 对 感觉也是在地很有历史 对 跟我们在地有什么样的源源呢 这栋房子就是南港很有名所谓的雀家古厕 他们的祖先大概200年前 从福建的泉州那地方移民 但他最先不来南港 是在现在细子的横柯 大概在那一带 之后再移到南港来发张 那最佳后来因为经营专窑业 还有煤矿业而致富 变得非常有钱 而且他们在地方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甚至于像南港镇的第一任的镇长 民选镇长 就是他们缺佳的人出生的 还有呢 这个房子在民国106年 被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历史建筑 为什么 因为它的发展跟整个南港地区息息相关 它见证这段岁月 是 那要怎么说 他们 老师你说它跟这个 他们缺佳的发展 跟南港地区息息相关 对 所以是跟他们早期经营的煤矿业有关系 对 对 有关的 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前面的这个地方 这一带其实当年 它就是 土砂 明天叫土砂 简单讲就是堆积煤矿的地方 然后这里又延伸了 建设就是待会儿我们会看到 那个南港 习惯叫南港老街 那南港老街 当年就是有运煤的人去推的那种小铁柜 铁柜 铁柜 对 就是专门在运煤 可以见证这一带的发展 所以煤矿就是从路的这一头 这样子一直运过去 对 因为以前要透过基隆河去运送 最早的时候 透过基隆河 所以煤矿挖出来后运过去 然后再上船 对 然后运到就是要 对 其他地方 对 而且因为基隆河的关系 因为这里有那个土质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们缺佳又发展 自己有砖腰厂 做针仔 收针仔 这边的土质可以拿来做砖块 对 很适合 对 砖腰厂 所以他缺佳在这里非常有砖块 他等于缺佳在南港的发展 就是见证南港地区的发达过程 就是这样子 各位你看 这个地方相当不容易 它的那个红砖块 之外 红砖块在台湾 那红砖块之外 这些石头的材料 还有那个木料 当年的木头的 用建筑这些木头 都是从中国那边运过来的 那这非常有钱 人家才做得到的 而且这里面甚至还有枪筒 南克大哥的沁康 就是防卫 怕人家来偷袭或者来抢 他们还有沁康 你就知道他多有钱 是啊 所以等于说 可能那时候就是说 是感觉就好像一个庄园的概念 对 还有自己的武力加兵这样 对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家庭 但基本上还不认说有武力 但基本上足以自卫 自己保护自己 是 对 那缺家这么发达 想必也是因为 跟这里的风水有关系 对 民间的传说 我们常常就是文化管理 乡情风水 那一直民间传说 这个地就是所谓的牛棉蟹 说有你睡的现 所以他们很有意思 那早年的话 这个屋子上面 正厅正厅 正厅上面是盖茅草的 是因为要给牛睡觉 所以要盖茅草 给它遮涼的地方 然后客厅的地上 正厅地上是铺茅草的 而且他们很讲究 茅草还从宜兰去拿 因为台北地区 牛的草越来越少 所以从宜兰去拿过来 要找品质比较好的茅草 对 都很讲究这样 对 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传说 是